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线转换至少三种交通工具 而高雄市警局预估将要出动1500名的警力 负责沿线交通与安全的管制 根据了解 高雄捷运车站到时候不会禁止乘客进出 不过会加开专车来接送宾客 而除了警察单位之外 国安单位与外交部也已经多次南下勘察 务求伟安的工作要做到滴水不漏 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学学伟安的手语 先比出安全加上维护保护的手语 安全再比维护 外国听障朋友来到台湾人生地不熟 而做好国民外交最好就是用台湾 用手语来帮助他们认识台湾 所以今天就请国际手语老师五龙 来教教我们帮助的国际手语 应该要怎么比呢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五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小时候老师常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 要日行一善 可是我们听力有障碍 反而常要靠别人帮忙 听不到还是可以助人 你只要进入听障奥运网站 报名加入志工 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助人的快乐 那听障奥运需要哪方面的志工 像是翻译接待交通等等 如果志工碰到外国朋友 想要提供协助的话 应该怎么表达 看清楚 我可以帮助 这个动作我猜猜 是帮助对不对 一点都没错 台湾手语帮助 国际手语的笔法 帮助 帮助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障奥运就看你 今天的小说外新闻 要跟你谈的是 昨天中国四川突然发生了 瑞士规模7.8的强震 造成重大死伤 而这马上使我联想到9年前 台湾南投发生了921大地震 当时许多房屋倒塌 死伤人数众多 不少人鱼记犹存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认为平常就要有忧患意识 做好防灾准备 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间 无法事先预测 所以平常就要做好应变的措施 提醒听障朋友们注意 地震发生的时候 因为听不到 不晓得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要记得自己要带着手电筒 口哨以及手机传简讯 与外界保持联络 让大家知道你人在哪里 以利后续的救援行动 而且记得要团体行动 不要单独个人行动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上公事网站 到手语新闻讨论专区来发表 我是王小书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